納粹跟日本有很多醫師在做什麼 在做恐怖的活體實驗 而且最有名的 當然包括了這個日本的731部隊 他們這個活體實驗創意十足 可是非常殘忍 還有什麼四肢交換 看能不能換成功的 而且小寶寶活著的 活著把他解剖太殘忍了吧 我剛才又齊講說那個什麼 創意無限對不對 那不叫創意 因為那時候是對很多醫學的不了解 所以他們就異想天開看 能不能做了很多實驗 我們講說戰爭是殘酷的對不對 除了明顯的那個槍炮彈藥之外 殺人之外 其實很多人在戰爭的時候 他利用裡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奇奇怪怪 慘無人道的實驗有沒有 最有名的就是日本的731部隊 你知道這個日本這個731部隊的話 就是因為前幾年日本NHK 發布了三段的紀錄片有沒有 才讓這個議題又出來 而且他們果然在東北這個地方 找到很多他們當初實驗的那個什麼 留下來的一些證據跟資料 對不對 顯然說當初他們沒有毀滅證據 毀滅得很好 其實他們那時候最讓人家 那個什麼覺得痛恨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竟然是用活人 當作活體實驗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活人來源是什麼 就是當初中國人跟蘇聯人的戰俘 還有一部分的平民 那你說這個裡面有多殘忍 我跟你講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電視牆壁上面 有幾樣的這個他們的實驗 第一個就是這個鼠疫實驗對不對 因為當初那個黑死病鼠疫有沒有 他們把這個鼠疫菌帶著那個那個那個 鼠疫的那個跳蚤有沒有 放在那個所有的地方 讓人去感染去咬這個人 你知道嗎他們曾經有做過實驗說我從空中撒下一顆那個裝有的我們等一下會講說這個低溫 陶瓷炸彈 他把這個鼠疫菌的跳蚤裝在這個炸彈裡面從空中投射下來的時候你知道嗎 地面上百分之九十的羊群 在短時間之內就死光了 而且那個什麼百分之七十的牛群 牛比較強壯嘛 所以百分之七十一樣死光 這麼厲害 而且他們把這個鼠疫菌打在人體身上有沒有看到 讓他感染黑死病的話 你看這個人沒多久之後就死掉了 他們做這個幹什麼 當然是當作生化武器在使用嘛 好那另外一個叫做凍傷實驗 他們要看這個凍傷實驗就是看人說 你在這個凍傷的過程之中 你這個形成的過程跟你這個傷害到底會怎麼樣 而且他們也希望說可不可以從這個凍傷實驗裡面找出來說 我能不能發明一些東西預防凍傷這樣 你知道這個實驗怎麼殘忍你知道嗎 他把這個人抓來之後裸露在室外 那室外是淋下三十幾度的溫度 35度的溫度 那淋上水之後 你知道人在極度寒冷的過程之中 他會突然就昏迷嘛 昏迷之後那幾個小時之後 這個手的組織就全部都壞死掉了 壞死掉之後他怎樣 再把你抓進去那個實驗室 讓你這個人甦醒過來 甦醒過來怎樣 他就讓你說把這個手上的那個 壞死的組織有沒有 開始解凍 解凍之後他就把你這個組織撕下來 撕下來 對啊你看那個撕下來 說實在話再撕下來之後 兩隻手凍傷之後再把它解凍撕下來之後 痛死了 你剩下的是什麼 就剩下白骨了嘛 我剛才講過說這個就是形成的過程 跟看底有什麼條件 而且你看這個在敲這個過程有沒有 他就是要確認你說 你這兩隻手已經動到跟冰棍一樣 完全解凍 所以他拿木棍在你的手上敲 敲出那個聲音跟敲木板的聲音一樣之後 他才可以把你帶進去開始解凍 那解凍完之後你看 他大量的人體實驗他了解這個 而且他做為什麼 未來如果他的軍隊 軍人在凍傷的過程之中 要怎麼樣進行急救的依據 判斷依據 好那做完這個實驗 手不是被撕下來只剩下白骨嘛 那這個人痛到哀哀叫 問題是他還沒斷氣啊 那還沒斷氣 他們還會強加利用你知道嗎 怎麼利用啊 就把這個人做細菌或者是毒氣試驗 好可惡啊 用細菌攻擊或者是毒氣 放在毒氣室裡面 等到你這個人真的死了 就丟到那個焚屍爐裡面 燒掉啦 什麼東西也沒有留下來 人物人性啊 對而且你看他們我剛才講到說 有個低溫陶瓷細菌蛋有沒有 因為他們發現說用金屬製的炸彈 在引爆的過程之中需要大量的火藥 而且引爆過程會產生高熱有沒有 所以裡面怕說裡面的細菌跟病毒 在這個引爆過程之中就全部都殺死啊 所以他們用這個低溫陶瓷炸彈 為什麼 他有一個效果就是我引爆不用太大量的火藥 而且這個爆炸很容易哦 一爆破就全部那個 那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這個 將研究的過程之中 就是把這個人綁在這個木樁上面 那在你的旁邊放上炸彈 旁邊放了幾顆炸彈之後 那就引爆他之後 你的受害者全身是不是就會 因為那個細菌或者毒氣就感染對不對 細菌就感染之後 再分析你說這個細菌 讓這個人皮膚潰爛的時間是多少這樣 會多久這樣 而且等到說你最終細菌感染 跟肌肉組織壞死 這個時間他們全部都記錄下來 好啦 那這過程真的生不如死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最恐怖的就是這個活體解剖 這個活體解剖在日本作家的 一個生存成衣裡面 有惡魔之寶石的書裡面就想說 他們竟然把這個人抓來 而且是騙那個小孩子 小孩子 我說糖果給你吃對不對 帶你去玩一些很好玩的遊戲 他們就說把這個小孩子騙來之後 把他全部解剖 再把他的內臟一樣一樣取出來 趁重量 誇張 誇張 他們還在這書裡面還寫到說 這個小孩子心臟被挖出來 丟到伏馬林裡面的時候 這個心臟還在跳動 他活的 對啊 因為就是活疤他的器官 對不對 而且他們講說這個解剖 這個活體解剖的過程之中 絕對不能打麻藥 因為你打麻藥 沒有辦法研究說真實的數據 因為他就研究說 每一樣器官摘下來之後 你摘下來多久你會死掉會斷氣 那廢話 那個器官摘下來一下子就死了 那個幾分鐘跟幾秒鐘的差距有差 問題是他們就是在看這個東西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活體解剖之後 還異想天開 做了很多更殘忍的實驗 我們知道說 蛇毒的血清 不是就是注射在馬的身上嗎 把那個馬養得很健康之後 把那個蛇毒注射在身上 馬身體是不是產生抗體血清有沒有 再把它抽出來之後 當人的解毒劑 他們竟然異想天開 把這個馬的血輸送到人體的裡面 而且還有蛇毒的血液 就灌到人體裡面 他想說把這個人的血換掉之後有沒有 養成這個馬的血之後 以後人就抓到他也可以 產生抗體 所以就跟你說這是一個不了解 你知道把這個帶有蛇毒的 那個馬的血灌到人體的體內的話 馬上中毒抽絮而亡 而且他有一個排 就是排斥的效應的話 這個人也活不了 而且那個時候戰爭 不是很多人會手腳會斷肢嗎 他們竟然還異想天開 抓一些年輕力重的年輕人 就這個你看年輕人都年輕的有沒有 抓來之後幹什麼 把他的手腳剁下來冰凍起來 希望能夠做肢體移植 讓他的軍人就是有殘肢的軍人 能夠做一些恢復他的戰鬥力這樣 後來當仁這些實驗完全都失敗 他是一定的 那我跟你講說這個七三要部隊在中日戰爭 就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你知道嗎 他們這些成員當初是集合日本的很多的醫學 頂尖的專家 還有學者 包括軍隊裡面的精英來從事這些這些研究 對不對 那最後你知道這些人大多數 竟然沒有被定罪你知道嗎 竟然沒有被定罪 剛剛都聽到我頭皮發麻了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這個部隊長 叫實警士郎 你知道嗎 他戰敗之後 他為了要躲過這個戰 就戰服罪嘛對不對 他竟然跟美國私下簽訂條約 他把這個實驗整個過程裡面 所有的數據 交給美國 希望說換來他可以無罪開示這樣 這樣也行 對 所以他的整批研究 都是因為以這個數據換得他無罪開示 不過這實警士郎後來也是因為咽喉癌 沒幾年之後就病死在東京